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有位老师问班上的同学 一条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有一男一女 男的事业有成 但如果有一天他生意失败 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是个女孩 会不会继续留下爱他呢 但一定会的 是有三十多个百分比 好了 如果都是有一男一女 那女孩贸弱天仙 但如果有一天 他很不幸如想交通意外 为了用 你们是个男孩 会不会继续留下爱他呢 但一定会的 都是三十多个百分比 老师又说了 你们以为他们是情侣关系 但如果我告诉你们 他们是父女或者母子 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今次的结果和之前很不同 是一百个百分比 一定会 亲人永远给我们 无条件的爱 付出最多 要求最少 就好像我妈妈对我一样 我妈妈在抬我的时候 医生跟她说 你的心脏不太好 如果你继续抬这个BB 你的心脏负荷会很大 但我妈妈没有理会到 仍然坚持生我来 才去接受心脏的手术 我妈妈一直都很疼我 我记得我小时候 经常扭手不吃饭 但我很喜欢那些日式的饭盒 她就特意买回来 放一些饭菜进去给我吃 直到我大了之后 我做演员 每天下班的时间都很不稳定 有时候灵魂才回到家 虽然她睡了觉 但仍然都会起床 出来问我 你肚不肚饿 当我洗完澡之后 桌上永远都会摆满了 我最喜欢的食物 我一直很感激 我妈妈对我这份爱 我以前一直都很自责 觉得自己没有做一些很出色的成就 令她感到自由 在她离留那几个小时 我一直坐在她身边 捉住她的手 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到 但她就看着我 在那个眼上我明白到 只要我吃得饱 穿得暖 活得开开心心 她已经觉得足够了 我妈妈已经离开了一段日子 但我仍然很想跟她说 我找到一份我很喜爱的职业 我有很多很爱上我的人 你的生命力 会继续在我身上延续下去 不需要担心我 我会活得很好 子欲养而亲不在 假若你的家人仍然健在 好好珍惜和她相处的时候 那每一天都可以是父亲节 母亲节 请不吝点赞 如果您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